好了,你现在听的是《神网第一线》 希望大家帮忙点赞、订阅和分享 看看订阅状况、摩扬编辑部席 《沙冷气》和主持人的个人频道 希望大家订阅一下 也希望大家帮忙把直播节目和志乐分享出去 多谢大家的支持 现在来讲一下美股 道指很夸张 道指上升了742.76 道指是40954.48 升了1.85% 标准普258指数是5667.2 升了35.98 升了0.64% 纳斯大克指数是18509.34 升了36.77 升了0.2% 其实升700点就是今年以来最好的 严格来说,在过去一年来说 它是升得最多的 700多点 很夸张 为什么会升这么多呢? 升得最厉害的那家就叫United Health United Health就是保险公司来的 他们的财报有多理想 所以就会升得很厉害的 还有现在就是美银和摩根斯大利 他们的财报业绩都比预期好很多 美银也升了5% 摩根斯大利就升了差不多1% 其实就是 还有Caterpillar也升了超过4% 现在你看到的数据就是这样 升得很厉害的 现在呢 交易员呢 美国交易员 他们只是猜的 就是在9月的时候 就是一定会减息 这个联储局 9月的时候一定会减息 9月的时候是不是一定会减息 我到现在也是很怀疑的 但是呢 现在交易员的定价就是 9月一定会减一次息 就是减4分1厘了 他们现在说到是百分之百的机会 现在是 其实是不是这样 我到现在也很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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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为什么会变成百分之百呢 这个就是根据CMEFATWATCH的工具 那他现在呢 就是说9月减半厘息的可能性呢 就是百分之6.7 那他一定是减息的了 就是他现在就是说的 那究竟是不是真的会减息 其实是一个问号 有些人猜7月底已经会减第一次息了 就是现在有些交易员认为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就是因为 上个星期公布的 6月的CPI 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 那么 那个指数比上个月的时候 是降了百分之0.1 那他的年通胀就是百分之3 当年通胀是百分之3的时候 这个就是在美国 就是三年来最低的水平 你要记住是三年 其实通胀是2021年开始出现的 但是 真正劲得爆了 就是 通胀劲得爆了 就是 俄乌 打仗开始 在一个月之前 9月减息的可能性 这个根据CME Fatwatch 他的交易工具 他就说 上个月减息的可能性 其实就是七成 现在就是百分之100了 他怎么计算的呢? 就是根据 交易所联邦基金期货合约 那个 交易来计算的机率 现在就是 那实际上呢 现在的人说 9月利率维持在今天的水平 是没有人下注去买的 现在是 现在 人人都说是9月一定会减息的 其实就是 那是不是 一定是这样? 我到现在还是很怀疑的 就是以我对数据的了解 他下个月可能通胀也会飙升上去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这样 那么 衰腾惊的就是 欧洲电动车犯案失败 今天车股可能会涨 其实车股那里 我的看法是很难涨的 我的看法可能跟你不同 因为现在国内的 汽车市场 其实是内卷得很厉害的 是内卷得很厉害的 你认为博的就是博比亚迪 但是比亚迪 其实有些核心的问题 为什么他说有些核心的问题就是 他在国内有些事情搞得太过分了 其实是 在国内他有些事情搞得太过分了 现在是有些反弹 现实就是 那么 NVIDIA 现在经常说辉达英伟达 现在他 是跌了的 就是在昨天的交易日那里跌了 那他事后是再跌的 有些人就说 你猜错了 他会继续上升的 之前 之前八百多九百元 因为他一拆十 八百多九百元 已经叫人要小心了 现在再上升了三成 那个情况就是 如果川普上场 大家都是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现在一些专家他出来说 如果川普 现在 川普的画面 通常大家看到都好像耳朵一样 一大块沙布就贴着耳朵 现在一些分析人士出来警告了 就是如果川普再做总统 就有可能会重新引发全球通胀 因为他的美国优先政策 其实就是推高了全球的成本 那么 川普第一个任期的高关税低税收政策 就会证明 因为现在他还是搞这些 因为他一定会再搞高关税 然后再搞美国内部低税收的 那么 那破坏性会很厉害 破坏力会很强 那 跟2016年的时候相比 其实2016年的时候通胀是很低的 通胀的预期也很低的 但是现在就不同了 现在的情况本身的通胀已经高了几年了 通胀高的有些都是川普的政策的后续影响来的 那么如果川普第二个任期 就有可能引发全球的通胀 这是很有可能的 那么其实美国的息口又可能会要做高一点 那么 Aran就说他没有看到公司 因为人工智能而获得更多利润 实际上能够将AI变现的公司 只有NVIDIA 和微远 真的可以将它变到钱的 是直接收钱的 只有这两家而已 你Google那些 实际上来说 他不能够因为AI 这个东西出现 收到更多的钱 你看看就知道了 Will Wynn 说 First Solar 跌了很多 因为阿鑫 这个是跟阿鑫有关系的 那只阿鑫 如果 这个我也要说 如果阿鑫上场 这些人肯定是死的了 我说实际 就是阿鑫上场 做新能源的人 在美国是没有运行的 为什么会这样 这就是 因为阿鑫 他的操作 就是他反对新能源 这个人是 但是你说他跌了很多 那么现在这隻First Solar 跟我之前说他的时候 也应该是 看到是很高的 但是 为什么他会跌呢? 阿鑫他一升 阿鑫他民调一升 这些肯定是跌的了 为什么这些肯定是跌呢? 就是因为你之后 没办法确认 拜登的政策 会不会延续呢? 如果是拜登做的 这家First Solar 就不会有大问题的 照样生产大量的太阳能板 照样有补贴 给他安装太阳能板 所以有些公司在拜登之下是很滋润的 但是如果阿鑫做的话 你自己想想就知道了 他的政策就是说要多开一些油 阿鑫是 这些公司就是实义的 其实就是 是实义的 其实 其实我这些也讲过了 如果是 因为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已经有讲了 如果拜登做的话 就没什么 如果阿鑫做的话 就是实义的 就是这样 因为阿鑫那些政策 他会选择了另外一些赢家 出来的 如果现在 真的阿鑫可以选到的话 有些企业是会很糟糕的 其实就是 小南就说 打仗会压低通胀是什么逻辑 有这样的吗? 停战就有可能 会压低通胀 但是Tony Chow 你也讲得对的 如果你停战就可能会压低通胀 但是 可能性是低的 虽然川普他说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 他做一个月之内 就可以令到俄乌恢复和平 但是实际上 我认为他是做不到的 实际上我认为他是做不到的 那其实 现在的专家说 美国的通胀上升 也有可能蔓延到欧洲 还有 阿鑫选总统 其实整个亚洲股市的整体负面风险 是会增加的 我也认为是 还有就是 如果宏观的角度 不是 宏观的角度去看 全世界可能通胀会很厉害 还有就是 有些产业链真的会搬到美国 其实就是 这个野村政券的Gareth Nicholson 他是出了一份报告的 他就说 川普做的 真的会 负面影响这个亚洲股市 那 那 在欧洲那里 高盛出了一个报告 他说如果关税上升 就会令到全球贸易都有压力 如果川普做总统的话 通胀率就会上升 不是太多 这个高盛的报告说 就是0.1个百分点 其实就是 那 AIA AIA 他那里就是 他那个 对不起 不是AIA 我搞错了 这个是Manuel Live 不是AIA 搞错了 Mark Franklin 他有说 他就说 Trump 他要减税 以及 要加中国的关税 其实 可能 会 搞到有更加劲的通胀 以及他有一个通胀预期 通胀预期 就会搞到加息 好了,不妙 那 孙坤就说 最稳定的是买REIT 减息是地产升 但是不是的 现在是有可能会加息 就是 现在的情况 就是 特朗普上场 实际上的息口 是有可能会加的 因为 现在增加了通胀预期 那息口就会加 现在的专家是这么说的 那 还有就是 现在 特朗普上场的概率 是再增加的 因为他之前在 共和党的 RNC 在Milwaukee那里 他是 黏着耳朵 有一块沙布 那些人 现在就认得他 好像耳朵燕那样 他有些事情 是没得说的 事也命也 有些人说 喂 你说他是 陰谋论 我一定觉得他 一定不是的 这样 就是这么说 特朗普他 被子弹射到那件事 即是被子弹射到那件事 Cindy Law也质疑 他就说 有些奇怪 射穿特朗普的子弹弹头 去了那边 当时他背后也是站满人支持的 又 听不到 有人站在他背后 有死伤者 之前有节目说过 他是有死伤者 死伤者 就在另一个看台上 那 那一粒子弹是否真的 拆过了他 好像真的 但你之后会怎么样 现在这件事 老实实 不知道的 还是要等查 查到 查到便 看看如何 不过 那些人信他 是一个很随机的瘋子 去射击几枪 然后杀死了后面一个人 然后有两个人伤 是否一个随机的瘋子 一件嘔发的事件 其实很多人都不相信 很多人都不相信 这件事是嘔发事件 我告诉你实情 就是 现实就是很多人都认为 这些背后是有阴谋的 我只是说 那些人的看法 你说阴谋论 那些人是垃圾 说是陈水扁2.0 是垃圾 那我又不会这么说 我又不会这么说 这些牵涉到 就是 美国大选的事情 是不是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呢 我就告诉你 是的 如果你说一定没有阴谋论 那我就 在这件事上 我也说不出这句话 因为我也没办法排除所有的可能性 我说过实情而已 那 湘腾经一说 大豆侵上台 农业股可能会上升 有一个可能性的可能性 也是低的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 那 那 现在的人为什么 觉得股市也会上升呢 就是因为 给人的感觉就是 共和党 他们对商家佬 就是友善一点的 其实就是 但是现在有些专家出来说 有些分析师出来 他警告的一件事就是 现在美股 他这样升一升 可能只是 升一阵而已 为什么呢 因为之后 特朗普做的事情 可能是保护主义 也就是如果保护主义 和地缘政治那些事情 搞到全世界的风险更加大 股市就没有办法再升 其实就是 我是村委书记的爸爸 就是国内大部分的自媒体 都觉得 那个杀手是真的想 吞吞特朗普 那 如果你有支AR-15 你趴在一个 站在一个 只有百多米的地方 其实是一百多码而已 你有瞄准器的 根据看到的窗是有瞄准器的 这样是射不中的 有人怀疑是阴谋论 我不觉得是不合理的 这些说法是 你想想就知道 有没有理由这么近 射不中的 射了几枪你也射不中 是很近的距离 射不中的 射到一耳朵 射不中他的头 对吧 对吧 所以腾景就是 特朗普招揽大摩CEO 戴蒙 我刚才也有提到 做财长 中国货的关税 就由六成升到百分之一百 他说的关税是再升到六成 他说的关税是 那进口货的关税 你说是升百分之十 其实是不止的 他现在说的关税 是会打到欧洲的货 还有 因为中国的商人很棒 把整个供应链改建了 过去几年的时间 美国的入口箱也好 中国的出口箱也好 大家一起合作 把供应链扭去其他地方 实际上 整件事都是中国商人 和美国的入口箱控制 扭去其他地方 但是现在川普的说法就是 你扭去其他地方的供应链 他也是照样打你关税 而川普是自己害自己的 这个情况是 但是没有办法他自己害自己的 那... 川普就说很准确 他就打中耳朵 其实... 我只能够说一些事情很奇怪 对吧? 而川普就说 金乃迪被人做低 全美国人都知道 是有内情又如何 有些人就说 不是捉了空手射的 到现在都没有定案的 因为实际上 没有人会相信 那个调查结果 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相信那个调查结果 到最后 在美国 就不会有很多人相信 那个调查结果 而且那个调查结果 根本没有人会理 事实上就是 川普的耳朵真的伤了 他真的贴了一块沙布 事实上就是 这颗子弹对川普的选情是很有利的 这些全部都是事实 如果你只是说的效果 整件事对川普也是最有利的 就是这样 有些人就说 是拜登弄了他的 整件事对川普最有利的 只是杀不了他 如果杀了他 就对拜登最有利 如果说真的 拜登要杀川普的话 他是不是有没有办法杀得到 就是说天算之人 所以杀不了他 是不是 要杀了一个人 有很多方法 这个现实是 就是美国人要杀了一个人 有很多方法去做 我不是说笑的 如果真的要杀了一个人 有很多方法去做 那能不能杀了 那当然是 有一些 随机的因素 那算了 我说到这里就差不多了 有些事情 老实说 我说过的现实 就是 你如果说 现在说的阴谋论 那些人都是神经病 那你就 在这件事上 那就 不太能反映到现实 大把人都不相信 是 是 这么幸运的 当然 有一部分人觉得 川普是天算之人 因为这件事情 那 冷卿88 就说 杀手能够避开所有追击手的目光 奇怪 整件事也是很奇怪的 你如果觉得 一定是 一个随机的傻人 那你说得太绝对了 就是 很多人第一个反应 其实一看到这件事 都想起了 陈水扁2.0 这个分析是废的 是白痴的 你喜欢这么说 就这么说 我没有说你的分析是废的 白痴 我也没有这么说 是吧 我只是说 你贴不贴近现实 是不是 是不是 我就是村委书记的老爸 就说之前有过採访 一家宜污的小商品商人 说美国加两成关税 他们怎么应对 老板说 他跟美国合作伙伴说 要贵三成 那 贵三成的话 其实 这个做法 都是伤的 就是这么说 乙污出的东西是不是 美国人一定要买的 其实不是 有其他地方供应屡次的东西 现在 所以我告诉你 现在是很复杂的 他发自在 就说正常有两个枪手 JFK也说有两个枪手 他有很多 关于这些暗杀的东西 就是在美国 关于这些暗杀的东西 刺杀的东西 其实 实际上 调查出来的那些报告 几十年之后 那些人也是有 另外一些理论 走出来的 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没有办法 完全相信那些调查报告 在这些 暗杀有关的东西上 从来都是这样的 因为 暗杀本身就是一个阴谋 去刺杀一个人 本身就是一个阴谋 我只是说实情而已 那 香港毅民说 说真的 正式暗杀一个总统 候选人 枪手怎么会 在这样的环境动手 地方空旷 没有逃走路线 射击不准 这个杀手 绝对不是专业 那些人是有问号 当然 整件事是 你说是不是特意 特朗普射自己 这个可能性 又不是很高的 我也说 特朗普射自己 射自己 其实也不用这样搞 他的情况 但是 大家想起 陳水扁2.0 也不是错的 因为 想起陳水扁2.0 是想起后果 后果就是 特朗普受益 在整件事上 很简单 你想想就知道 是不是 强盛就说 有留意共和党的人 已经不提刺杀事件 禁忌仇 禁不忌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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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禁忌仇的人 突然禁不忌仇 就有古怪 那当然是有古怪的 有些人是古灵精怪的 还有 我那个人 他是注册了的共和党人 他注册了共和党人 但是他之前捐过钱给民主党的活动 其实他这些人本身 在脑子里想什么都没有人知道 还有现在 枪手 被人射死了所谓枪手的父母 他出来说 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到现在都不知道 就是这样 那Line King 88 他就说真正的结果未必是真 就算公布也未必有人相信 那是 是的 是这样的 不要紧了 我说到这里 你看到川普 实际上是因为 那颗子弹是得益的 而且他是 做了一个很强劲的画面 就是 你要记得 耳仔弦 他被人咬了 耳仔咬爛了 他的沙布是贴了好几个月的 我相信 特朗普也会是同一个情况 他的沙布就贴到他当选为止 这是耳仔弦 而是耳仔弦2.0 还要是 还有Billy Mann说 兇手就是有 陈梓维这么英俊 是的 如果你想想他 整件事 这些很奇怪 其实不是正路的东西 其实就是 那 Cerfio 这就说 没有人会知道真相 真相 只是当事人才知道 是的 而且 为什么 那些制高点 不是全部都有特勤局的人盯住的呢? 这些其实已经很奇怪了 他说特勤局是不是做事狗流流 这不是不可能的 因为甘乃迪他那件事 刺杀那件事 有人说 根本就是特勤局的子弹弄死甘乃迪 就是有这样的理论 你说是不是一定不相信这些 有很多是沿岸的 还有很多可能性 是吧 你不能够抹杀其他可能性 还有真相 现在暂时没有人知道 暂时也 我只能够这样说 那 Sam Trey就说 耳朵炎保不住而已 耳朵 那 阿侵 就是这么说 阿侵是中子弹的 耳朵炎 是被人咬一口的 大家 他的伤害也是类似的 那 暉日人类命共同体 就说 阿侵耳朵炎炎 那片沙布大到 怕死人看不到 扮受伤未传遇 50分钟都没有发表讲话 其实大家都只是想想一下而已 不过有些人 就立刻骂人 你一说陈水扁 就很低水平 其实很多人都想到 是陈水扁 事实就是 事实是 很多人都想到 是陈水扁 2.0 因为实际上 对那个选情 是有正面的帮助 是不是 你可以说是随机的 有一条傻子 那可不可以解释一切 如果这些暗杀的东西 你全部都可以用一条傻子 去自己随机的 孤狼行动 是不是解释到一切 你自己想想 我也不想说 有些东西 休息一会儿 回来讲讲其他话题 回来 该时间的 的 都能够选择 然后 就会 爬 去 Zither Harp Zither Harp